一千块 一个领带 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 草地上的还都很湿 但是摆地摊的人还是很多 咱今天也没偷懒 咱今天也出来摆地摊了 那没有咱们有一个中国人在那摆地摊 然后这个是我卖的二手的衣服 这两天正在和另外一个朋友呢 在沟通 可能过两年想到去卖大蒜去 可因为当地人他这个卖牛肉果的也多 当地吃这个大蒜的这个习惯还是有 这边的大蒜的价格要比国内的价格要贵很多 一头大蒜大概人民币的话是五块钱左右 要是去批发那种小一点的大蒜 就是不成型的 他这不成型的他就认为不太好 可能就稍微便宜一点 今天的人过两天再看 过两天如果咱们去确定要卖的话 到时候咱们也给大家拍一拍 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阿根廷的菜市场长什么呀 这些衣服呢也都是二手的 这也是二手的鞋 这老太太呢一天也不少赚 上周我听他们说 一周一天的话 大概一天吧一天能够赚二十多万比锁 二十万比锁的话相当于人民币一千块了 这个不是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赚这么多的 当然也有人赚的更少 我就赚的更少 我从上午大概两点多下午来的 我下午两点多来的 到现在才卖了三千比锁 和人民币的话才十五块 主要是现在手上没有太多的货 这个货太少了 有些咱们中国人的衣服呢 个头都太小 咱们这个衣服也小 他们拿过来一看 小孩小孩穿的大 大孩大人穿的小 所以说就不太好卖 刚开始没经验 摸索摸索 一千块 一个领带 这一家人呢 比较瘦 可能大部分都比较适合 我现在是建了瘦子 我就赶紧给他们强烈的介绍 因为这边胖的人多 好不容易来个瘦子 得赶紧给他们介绍 说这边的衣服穿的更合适 这个稍微大一点 Hola 这个衣服 这个是陈哥给我的 应该是陈嫂穿的 很厚 冬天的厚衣服 这个没有一点瑕疵 我准备卖多少 准备卖 卖三千吧 三千 三千就是人民币十五块 终于卖了 卖了一千块 一个领带 领带 刚才收起来了 三千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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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要了 咱们再去挑另外一个 我看他有没有更喜欢的 可能这个 他的肩膀太宽了 我不认为人能穿上 完了完了 这个袖子袖子太细了 他们穿上太小 这个让我拿了三周了 都没拿出来 我估计可能小 我估计小 有的女孩 她的上半身就是很瘦 有的女孩就很宽 离性身材多一些 可能有点小 拍张照片 女朋友男朋友 我得把手机举起来 然后自己再看一看 摩尼灵档摩尼灵档 好看 这个小木工鱼 我在家里特意洗了一下 拿了两周没卖出去 中间带拉链的 我老认为 我认为好的 他们的眼光 跟我们的眼光真不一样 我认为好的 很快能卖出去 反正就卖不出去 我成交了 买了一条裤子 三千块 谢谢 三千万 三千 好了